又傳出疑似食物中毒的案件 這是一團從新北市樹林區 到嘉義旅遊的旅行團 三十九名旅客當中 有二十五人疑似出現食物中毒 上吐下瀉 在上午十點十分左右 有遊覽車載的身體 不是團員到嘉義大林慈禁醫院 急診部來就醫 十三次 然後每週到六次 等一下晚上晚上又去之後 我先幫他打電電 他不是不要到藥宿來 早上開始發生 兩點都 會不會兩點外 昨天就開始這邊 這邊都不放大 因為他們昨天有去團體的旅遊 有住宿飯店 那據他們來講是說 中午吃完這個用餐完以後 陸陸續續有人產生這些症狀 那到今天早上才發現 原來有更多的人 所以一起裝到醫院裡面來 看起來是像整個食物上面 或者是的問題 根據了解 他們四月七號入住台南的桂田酒店 四月八號中午在白河的一間 翁瑤基餐廳來用餐之後 民眾回想當中 其實有一項炸的類似炸春捲 裡面包有魚漿 可能沒有炸熟 而在用餐後 旅客就陸續發生了上吐下瀉的狀況 而四月八號則是入住在 嘉義瑞里的一間民宿 39名旅客當中有25人 飲食食物重途上吐下瀉 好在生命真相都是穩定的 不過究竟是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 嘉義縣衛生局貨爆後 還在調查釐清中 還在調查釐清中